前兩禮拜我們看台北台北和台南 看待的落伯 用來透過好商人的創意財神 看落伯的敵度是現在蒙上 本落伯的每一本都市長兵 這個事情連我接動的 出現看台灣國體 有豐富傳統歷史文化的建築 也算解析 因為這樣有的新的發力 落伯的家車重新承認看待 也當然這車的放棄 不過那一方面 落伯的家車重新承認看待 也許是有的高作用 因爲說鐵村司的有錢後村 可能會帶來透過幾年 來操作防替散 但都會上去到這個正規的歷史指援 也會和都市本來的用的 各邊的鐵道 到底對落伯的英國有用來的想法 有用來對台落伯的 和它相處呢 來看我們的報導 每年都在台灣 看到這段落伯無能力利用的情境 那段落伯通過有律師的附近 面對外傑加到的想法 團也不擺過 就在一項溫蟲丁面 加米湯無處茶關押著 是由台北鐵街後面上的鐵發街 一、兩、三年以為文創生涯 有十多年 旁人落伯通過幾百十度 好想人類充施 各種各樣都以為文創生涯 為傳統鐵發街 感應發力 不過人一方面 同時未對落伯通的傳統 南北福很有裁典 帶來各體的變化 厲害的台北湯 就文創產業從2012年開始 大量的進駐 所以到新年輕的鐵發街 就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看起來也很心酸 心酸用不滿了 日間文創生涯落下 台部分 日間的傳統的中藥財行 不是南北福的 可以送點的關目 它原來的屋主是 承租做中藥行 那修好以後 其實我了解 大概屋主還是會再出租 但是就不特定是什麼行業這樣 鐵發街的落伯 溜溜溜溜提倉 一間提倉頓的落伯 是建造時離台期吃的安慰 從其提倉頓落伯的期 都也有多次了解 在這一兩年來 創業者建築非常的多 甚至可以說 大概每個月增加一家 那這其實是有它背後 就是說整個 我想大概第一個就是說 大高層現在這個議題很熱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原來當地的這個傳統產業 它有一點沒落了 所以這些修好的房子 他們付不起這麼高的租金 那一些溫溜店 他們進來 他們租了這個房子 那裡面就是大家去 共享這樣的空間 去分攤這個租金 所以未來這個趨勢 應該會越來越多 溫溜店進駐到整個街道 接上來 本創店家提提花街 見他見到 青島人看到傳統的 世界企業改變 遲到懷疑 如果不是有年少天呢 老家的貴客鐵道目 如果整條街區都變成文化 文創的話 那這個街區的原來的特色 就被改變掉了 那我們也很擔心這個趨勢 那跟三峽跟大溪可能就 都一樣啊 那原來這裡其實來這裡 看南北貨年貨或者是布 中藥南北貨 原來的這些產業 其實都非常有特色的 這些年來 尤其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創業產業進來之後 很多像爸爸他們的年紀輩的 他就說 現在的迪化街 不是以前的迪化街 那 這是在心裡層面 那 對我們來講 以前的迪化街 我們也從小的時候就看到 那你要現在是面臨的 可能是現在迪化街 或是未來的迪化街 今天我沒有能力去改變這個大環境 所以我只能想辦法去適應 那去適應或許 或許哪一天可能 我也不適應的時候 我就也是會 尤其經營上 可能就離開迪化街也不一定 等到運送店舖 來圖也 鐵發街的屋主 等到其他 本來出生理 做到一個更新的南北府店舖 有一個不中西州 無處無外科 南北貨 大部分都是自己的 你租不起 這個十幾萬 你來租的話 你真意根本沒有做那些 平時你來看 小媽兩三次而已 禮拜天禮拜六還比較多人 所以有辦法了 沒辦法了 老早就掰出去了 現在留下來都是自己的 確實這兩年來 在這邊的房租 確實就是 也因為這些文創人 帶來的這些衝擊 然後把提化街這個 房租的租金增高 有時候我們在講這種 那個 試者生存不適合淘汰 對 那房租高了之後 這些人他生存不下去 為什麼 他產品的一個利潤結構 可能不足以應付 這個房租 條葉平葉道鐵花街 拿出文化街 沒有其中意見 加別點調價 如果欺負 才有沒有強勇的款式 其實 迪化街的能量很強 怎麼講 就是這邊的房東 他們是挑產業來租的 他不會為了一點點的錢 然後隨便的就租給了一個 只是為了要賺錢來這邊的行業 甚至於他會去觀察你的行為 跟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我的看法是 一個區域他的經濟會自己慢慢的集結 他所適合的產業 當到達一個飽和的程度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用太擔心 好的就會留下來 不好的就會被淘汰 那所謂的好的跟不好的分跡在哪裡 就是他是一個健康的 他是有成長 就是他的收入是有成長 他的經營是朝著正向發展的 他不是來朝短線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並沒有想到說 會變成像現在這樣子的熱絡的一個情況 我們其實只是想要把這個精品的咖啡 把他帶來這邊跟大家分享而已 面對老母債果利用 會開發到鐵爽壓模的正義 六年前在台南推通 如果沒有限制的 孤獨佈損財產經營維營費 應該屯沖掉 標題生理的活用 和還會專家 擁有的屯沙期付通往 在舊房子使用 所謂商業化的擔心 應該是說 他們透過舊房子在經營 可是他們並沒有呈現 原來舊房子的特質 或者是可能短線的炒作 比如說他可能很短期的弄起來 然後跟風 然后赚了钱他们并没有往太长远的经营方向去想 过分商业化问题就是端看他有没有持续的经营空间 然后跟周边环境有没有什么冲突 然后对社区来讲有没有互动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我们关注的 亚东台南共亿同事人的六部 在新年疫情与今年年世界日本的六哈用三 开的料理失策 做清天木策日本世界建筑和保存都在万户 年半前孤独保存在神经营举动师 亚东台提供下来营营 和故事故障的茶馆 除了周边本人提供喝茶是专心 亚东台韓国希望透过茶杯 不由韓国度的营营来营失败了 那这个叫做皮胖杯 所以这杯等一个我们不要去沉沉 所以第一点停等这杯的时候 我们来倒等这杯里面 这杯叫做沉沉 现在没接受年组本 搞年饮食茶头 因为有狗的对象 是一群群有子人的小朋友 有一群小朋友要来体验 喝茶 在老房子里面可以喝什么茶 那他们也是一样 都是台南人 可是都还很小 不知道台南到底有什么好玩 那我觉得我们有机会 就尽量去介绍 认识茶 茶道跟茶的种类 茶的文化 然后也让孩子去体验一下 茶的一个饮食 就是一个方式这样子 面对铁锅送鸭花 吞嘲讽提神不好的反应 昨天20两年前 就吞到我贵粥 仅仅符合是茶饮点的一动态 一方便欢喜一方便笑 很多人同时把这个老房子建设起来 那建设过程就产生很多 所谓的观光效益 这个效益变成台湾式的一种特色 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那对于外来者想要运用 这样的一个商机 来作为它赚取利益的一种方法 这个也没办法去抑制 我们一方面真的也高兴了 一方面也担心了 万一屋主不再租房子给我们的时候 那更商业化的可能是会有的 因为成本大家都变高了以后 它在做这个运用的过程 就不得不朝商业的目的去想象 当在这种状况下 还是有人去经营的话 你就可以想见 它为了维持它 或平衡它这个中间的 怎么讲 它就会想办法去获利 那获利过程它要不是压低 它投入的成本 要不然就是提高它的利润 如果它压低成本 比如它对房子的使用 用一种比较短暂的 可以过得去就好的方式 那将来对这个房子的后续 再利用当然是不好的 那甚至有些会危害到公共安全 这一步就是好的 隔一鲁鲁鲁鲁酥酥 有温暖的感觉 标记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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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要用心去了解老房子 他本身的狀態 再去照顧他 就跟照顧小朋友或老人是很像的 你要相處然後照顧 你才知道他適合什麼東西 而不是你來 然後發現可能生意沒那麼好 可能維護上需要很多精神 你的熱誠退了 你又走掉 又給另外一個人進來 其實對這些歷史資源是很傷害性很大 大家很害怕的一件事 其實就是當這個城市 活絡起來之後 當然會有很多是投機者 我們比較擔心害怕的 其實是外來文化的入侵 他帶來的可能是台北市的文化 就台北市的消費 台北市的商業空間結構 那其實一來說 他是一個新的刺激進入 二來其實他也會改變整個城市 就是生活習慣跟認知 其實會有差距的 雖然老婆出的開問 從點米加鼻湯 查關押到送項用途進去 有可能將擁有的好嗎 在美前期望停下兩公坡 不但只偷老婆來開加鼻湯 要去拿老婆 留下一個 在南住人的發生 等下不拜都會有老十米 就像我們自己住的 自家住的兩間老房子也是這樣子 就是冬暖夏涼這樣子 就是讓我們還是願意 一直一直住在老房子裡面 縱使說它有時候比較潮濕 或是有病癌的問題 但是它還是有很多地方吸引我們 就我們所知是有 而且有很多人在找 很多人想說 有一間喜歡舊房子的 比現代房子更溫潤的感覺 或者是更自然的感覺 或者更親近的鄰里關係 很多人是在找一些舊房子 重新整理成住宅 這是有的 那如果我們一般人來講 或所謂的消費者看到 大概是比較作為公共使用的部分 就是商業使用的部分 在外國當年不好 露餘肚子的老房子 還好那些重新 有夠健康的信物渡航 不過現在當年 我們從點的經驗者 屯老房子的採替力士文化加持 展現出來 輸到大家要注意 你們看到老房子的加持 還有幾乎一整個 以前會擔心控房子的治安 衛生的問題 現在可以獲得改善 然後對市中心區的發展來說 至少人會進來 然後進來如果大家是 喜歡這種舊市區的氣氛 或者是環境特質 那將來它就面臨別的縣市 遇到很多開發跟保存之間的壓力 它自然就會有一些紓解的可能 然後會有新的想像 然後更長遠的講 這個城市如果能夠持續發揮 這樣的特質 那或許這個城市 會跟其他城市很不一樣 人們在經營老房子的業 中心加持 經營者會在地上 老房子的業先天 有暗動馬的漢字 用來提起古生工業的 能有幾乎 潛逃老房子的 求馬的發展的可能 提供高雄神 對外的高地好車老房 平常會有 該感動的 優勝對外審法 和其次等 一個都市 一個體貼的 分發風貌 成功 的 關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